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期的生活調查團 你們想說 大家 甚麼回事 等等 為何買這麼多東西回來 你不是說斬手指不再做購物狂嗎 你也不要回錯意 桌面上的东西都不是我的 全部都是观众朋友寄过来的 蛤 这么多 话说有一段估计 之前我收了一位来自信德的观众朋友寄过来的快递 他里面说他有个朋友在外国寄了巴西风胶给他 但是他又不知道这些巴西风胶到底有没有用 就打算叫我们帮忙查一查 于是我就突发奇想 话时话都要查的了 不如就发多一个话题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那里 就说保健产品是一个问题的 于是乎就收到这么多观众朋友寄过来的保健产品 但是呢 一口气收这么多产品 你知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不如我们参考来看看 为什么可以这么多东西呢 那究竟要从哪里开始调查好呢 不用怕 虽然东西是比较多 不过我们基本上大致可以分成三类 首先就是我面前这个 应该是可以分成仪器类 既然这边的话 就把药丸都放过来 这一堆就可以分成食品类 而这一堆就肯定是药丸 所以分成三类 虽然说分了三类 但是都是很多东西 那我们应该从哪一样东西开始调查呢 都不用怕 我们有最原始的方法 就是这个了 所以最后是仪器类 在从观众收集回来的保健仪器有三款 一款叫生物热池波治疗热 据说可以治疗头痛 风湿和关节炎 另外一款叫做多功能温救腰带 这里的介绍就是说有疏通经络的作用 而第三款呢 就是托马林养生碗 据说这个托马林 其实是一种石头的名字 用这种石头造成的碗 可以释放软红外线 可以消毒杀菌 用来释放还可以抗癌 嘉嘉 那这些保健产品 听上去就是天下无敌 但不知道用的会是怎样呢 不如我们试一下 好了 那你就试你那个 我们试一下这个 叫做生物热池玻璃仪器 不知如何 看上去好像真的有高波级 你看看 是彩平的 是啊 我现在就试我这个腰带 哎呀 你闻闻到有一股香味 我闻到有一股怪味 这些是艾草啊 你懂什么呀 健康啊 我这个腰带呢 是自己的 我又可以调这个温度 可以越来越高 感觉都会比较舒服 而且是有一些艾草的芳香 不错不错 嘉嘉 那你那里有什么感觉 有什么感觉 有一种缩电的感觉 是的 它不知为什么 在那个脚底的地方 会有一些 铲上一些电流 然后刺激到你的脚底 就好像被电了那种感觉 会有一些麻 而且它在红色的那个位置 会有一些热铲出来 就是过软 然后又有一些电 电下你的脚的感觉 Casa 我们做了这么久 都很渴望了 其实我准备了两杯水 特意用养生碗来装 你看 你真的要贴身吗 但是什么 听说呢 喝这个养生 你想要这么快 有点温度 很温度 我们喝了之后 整个人输长了 你没事吧 我给我买 你终于给你了 好 我要买 刚刚才我和Yan 这两个人亲身上阵 去尝试这些保健产品之后 发现好像真的得得的 又好像挺好用的 是 不太好刺了 我们一于就拿去进行检测 马上去 在这儿等我 你伸出手这么快 我现在就来到 广州大学的物理实验室 我身边这位 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江老师 江老师你好 你好 你好 江老师你看到我们 就知道我们又有 理想的问题 要请教你了 今次有什么问题 在问问题之前 就给我们三样东西看看 好 这三样东西 就是我们在观众里收集的 有养生碗 还有腰带 还有热磁波的理疗仪 这三样东西 都有提及到 这个很高端大气 上档池的一个名词 就是电磁波 那老师我真的很想知道 电磁波是什么呢 其实电磁波 就是一个向周围空间 电磁波的周围空间的电磁波 比如我们生活当中 医院里面用到的医疗设备 亦是射线 加码射线 还有我们家里面用到的微波炉 还有我们平常看到太阳发出的光线 叫做光波 我们以前或者现在 电台发出的一些无线电波 这些都是属于电磁波内的发酬 那电磁波是否真的可以起到保健作用呢 不是所有的电磁波 对人体都会有一个正面的作用 但是有一种波 叫做远红外线 这个发霉入波上的波 它是在医药上已经有研究表明 它是对人体的回复 是有一个辅助作用的 那听完刚才老师解答我的问题 那我现在都两知一二了 那既然电磁波有保健的作用 那麻烦老师就继续和我们测试一下 这三件保健产品 它到底存不存在电磁波呢 嗯 好的 江老师 那刚才测试完 测试结果应该都出来了 我很想知道结果的结果是怎样的 我们发现 我们发现经过一个粗量的测试 那这个 托马林洋生碗 它发出的电磁波 或者它比较少 我们的测试仪基本上没有什么反应 也就是说它是在我们测试仪的测试下限 另外两个 一个是腰带以及耳磁波利尿炎 是 那我们也可以测试到有相当的一个电磁波的量 就留在里面 趁着Yan去采访专家的间距 我都不是那么有空的 刚才我上网查了一下 关于巴西风胶的资料 发现原来巴西风胶功效是很强大的 比如说它有抗氧化 可以降血脂 降血糖 而且它还被称为天然的广泡抗生素店 听起来看起来就真的相当神奇了 但实质性又是怎样呢 我们还是要继续调查下去 那我们现在先去准备一下资料 嘉嘉 我回来了 有东西 有东西 你不要这么喂食 好酸 这些是实验道具 好酸 是 加因这个柠檬汁有抗氧化的功效 所以摘上苹果当中 苹果就会没那么快变嗤 那其实跟这个实验有什么关系 那你就有所不知 接下来我们想知道巴西风胶是否具有抗氧化的功效 那我们就可以做以下的对比实验 我知道了 我看过巴西风胶 上面也提及过它有抗氧化的功效 那我们将巴西风胶滴在苹果上面 那苹果没有变色 那就证明真的有抗氧化功效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一起做实验 接下来我们的实验完 将苹果对半切看 并在苹果的表面分别喷上柠檬汁 以及巴西风胶溶液 而另外一个苹果就不再任何处理 等待10分钟之后 我们再来看看 暴露在空气当中的果肉有什么变化 这么快就过了10分钟了 我们马上来看看三个苹果有什么变化 我们首先来看看第一个苹果 第一个苹果是没有做任何的处理的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颜色 就跟我们平时看到批了皮的苹果 是差不多的 变得比较暗黄一点 暗牙一点 有少少变黄的颜色 对了 变黄的颜色 而第二个 噴了巴西风胶的 其实也是有明显变黑的情况发生的 而我们最后看看这个柠檬汁 基本上是没有变色的 跟我们刚刚切开的时候 是一模一样的 调查到这里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了 就是这个巴西风胶的抗氧功效 没有柠檬汁那么好的 我们刚才只不过是证明了 巴西风胶其中一项功效 就是它的抗氧法 但是它还有另外一个功效 就是这个杀菌的能力 还未正成的 所以怎么可以这么快就看看结论 有道理 Yan 等一等 别走 我们今天不是来做巴西风胶的杀菌能力 那为什么你要带上这个杀菌呢 这个杀菌呢 对啊 说明要检测杀菌能力 当然要製造多些杀菌 你看看我为了这个实验检查 特地在全公司找到一个 最邋遢最骯髒的杀菌过来 是就是很邋遢 还有很多杀菌 不过这个杀菌好像是你的 等一等 等一等 我们今天来做这个实验 是非常严格 非常科学的 所以这些这么严格 和科学的事情 都是交给老师去处理了 哈啰 范哥 你好 又来打找你了 今天除了由我来 以外呢 还有我的美女搭档一起过来 那么今天我们过来找你 主要目的就是想知道说 在这个箱子里面的这样东西 巴西风胶它的杀菌效果如何 这个实验是这么做的 就是现在我们这样有两个试管是吧 对 里面是有相同量 相同数量的那个大杆杆菌 然后我们一个试管里面 加两滴这个花气风胶 另一个试管里面加两滴那个 那个五菌水 分别测试两个试管里面的 大杆杆菌的数量 大杆杆菌的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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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毫升3600万钢 而添加了巴西风加的大肠肝菌样本当中 菌落菌数达到每毫升4500万钢 在空格局这个样本终终增加了三分之一 关注这个实验结果 是不是就是巴西风加平具有杀菌功能呢 其实如果我们说一个食品来说 它有杀菌的作用 那么在理论上它是可以存在的 但是在实际上它是没有这种作用的 因为从一个食品来说 它即使含有一些跟我们抗减素相似的成分 但是因为不管它从成分上的一个浓度上来说 实际上药物是相差非常大的 所以只是说它可能是理论上有效 有这种相似成分 但是它实际作用是没有的 这是一个药品和食品之间一个质的一个差别 原来这个巴西风加担水高档大气上档次的来老货 就不是那么适合食用的 不怕了 那我们还有这么多食品类调查对不对 就是好像这个 不少阿姨都很喜欢的 很热的就是这种虫花粉 不过我又不想知道究竟是什么 那你又没有必要害怕 我们可以带着这种虫花粉去寄这种东西过来 告诉阿姨 那就可以搞清楚 搞明白了 又可以 走了 走了 好想你干嘛 对了 应该一下我的哈姨 哈喽 阿姨你好 我们这是生活调查团的 她是阿姨 我是佳佳 然后我们之前呢 就收到你寄过来的这一个松花粉片 然后就想来请教你说 这个到底是怎么吃的 请进吧 好 谢谢 谢谢 阿姨啊 之前我们就收到了你寄过来的这一个松花粉片 但是我们不知道它是有什么作用的呀 为什么会买这样子的一瓶松花粉片呢 我那天出去呢 看到好多人在买这个东西 所以我也去抽个热露买了一瓶 那你还有一张圣经单我拿给你看吧 好啊 写好多字哦 阿姨你先坐下 没关系我们慢慢看 你看这里写着 虫花粉的蛋白质 含量超过牛奶和鸡蛋的五至七倍 还有维生素丝的含量高过水果和蔬菜 好像真的挺好啊 照这样子来看 你买的应该是个好东西啊 我也不知道啊 所以我想请你们帮我来召菜一下了 好啊 不知道它是吹嘘的 还是真的有这样的功效不对 没问题啊 或者求证一下 草花粉是不是真的好像介绍所说 维生素丝含量高于普通蔬菜水果 蛋白质含量是牛奶和鸡蛋分不到七倍 我们的两位调查员决定分两路 带着热心观众增压依提供的 虫花粉样本 分别检测维生素丝和蛋白质含量 从花粉蛋白质维生素检测究竟结果是怎样的呢 我们平时饮用的保健酒当中 虫花粉的蛋白质含量为6.53% 虫花粉粉末状的蛋白质含量为12.5% 而鸡蛋蛋白质含量是12% 包装的维生素丝含量是4毫坎每100坎 而虫花粉的维生素丝含量是3.2毫坎每100坎 按照这个数据来看 商品介绍当中提到虫花粉的蛋白质含量超过牛腩 鸡蛋的5-7倍 维生素丝的含量高于新鲜水果和蔬菜的这个说法 就似乎夸张了一点 曾阿姨刚刚还提到 据说食用这个虫花粉是有增强免疫力的功效感 所以带着这些虫花粉 我们的调查员就特地来到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咨询一下便医生 然后补充一部分的东西呢 可能对我们的免疫能力可能有适当的提高 而不是说只提供某一种物质 可以单独提高我们的免疫能力 这个概念来说 是必须要以我们健康为基础的条件下 那么适当的补充一些特殊需要的营养成分 那么可能对我们有关系 但是也要提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单纯的吃某一个保健成品 对保健品单纯的补充 或者是在很高剂量的补充 某一个单一的营养素 这个来说 对我们的免疫功能成为正比 这就完全是错误的了 刚才我帮这么多街坊解决了 对保健品的疑问 我现在心情很舒畅 来 饮杯 你想做什么呀 喝酒咯 慢着 这些酒是金书马特意寄过来 给我们帮忙调查的 是不是呀 看一下 哇 这些成分全部都是名贵药材浸的 而且标记得很清楚 还要调查些什么呀 嗯 这样吧 那不如我们一起去问一下专业包 看起来真的不知从何入口 走啦 那我们现在就来到这个专业的检测机构了 那在我身边这一位呢 就是今天的实验员陈老师了 陈老师你好 你好 那我们今天就带了三款这个保健酒 好啊 你让陈老师进行检测过 对了 老师就是我们现在手上拿着这三种 但是我们要检测当中的什么呢 西蒂纳菲 是什么 西蒂纳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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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呢 西蒂纳菲它是属于一种 或者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服用 就很有可能出现头痛 消化不良 急性青光眼等情况 严重起床 就会导致药物依赖 或者加剧心脑血管的疾病添加 我们这次检测采用的是胶体筋法 结果的话是这样看 上面是C线 下面是T线 如果C线跟T线都出现了 就是阴性就是表明不含有西蒂纳菲 如果C线出现了 T线没有出现 就表明含有西蒂纳菲 那我们看到这三个保健酒 它们的结果都是C线和T线都有 也就是说这三个保健酒的话 它里面都没有含有西蒂纳菲 虽然在这一次的检测当中 三款观众提供的保健酒 都没检测出违禁药物西蒂纳菲 但是没有记录之前的一则新闻 就令到我们非常惊讶了 有51家保健酒 配置酒企业的69种产品 违法添加维哥等需要成分 打开网络一搜 保健酒的品牌多得令人眼花缭乱 主要成分有鹿绒 鹿鞭 马卡等等 国家食药间总局通报 已初步查明函西蒂纳菲的产品有27种 还在调查中的药酒 涉嫌添加的也有27种 另外还有添加了与西蒂纳菲 功效类似的 如塔达拉菲 刘带艾地纳菲等的保健酒15种 关照这个比例 我们买到非法添加的西蒂纳菲的药酒 可能性就真的非常大了 那说了这么久 其实通过饮用药酒力强生健体 这种做法又是不是好行的了 就是从食物营养这个讲究来说 我们是不提倡用药酒这个情况下 来补充我们身体的营养需要的 为什么呢 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 实际上来说 容粗的成分 可能不一定达到它的治疗作用 但是我们对于酒精的危害 实际上是要考虑这个 首先要考虑这个前提 很多人实际上还没有达到这个有效作用的时候 有酒精对它身体的伤害可能影响会更大 终于都调查清楚了 观众朋友听完专家的解释之后 我们可以知道 其实通过我们的日常饮食 已经是可以涉入到足够的营养了 所以保健产品其实都是可有可无的 嘉嘉你这么快落定断了 好像还有这么多产品未调查 对啊 你提清楚 桌面上虽然说是多东西 不过你看看他们有很多 没有商标 没有批文 甚至乎有一些 连生产日期都没有 所以你觉得还有没有要调查的必要呢 对啊 而且听说 这些保健品都价值不菲 为什么会用这么多街坊 花这么多钱去买这些三毛产品呢 老年人可能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 他在年龄的这一块慢慢的开始 也要面对一些比较生老病死的这样的一些事情 他们在一起会有一些死亡的焦虑 这一块是他们可能很难去自己去处理的 所以此女这一块的话 可能是要多点陪伴 多点关心 甚至多抽点时间 去跟他们一起一下 这一些事情 就是关于骗局啊 关于自我保护的这些事情 可以去就是老年人一些保健品啊 有一些还是 就是很多人 或者说也是有一定的保健作用 这时候我是觉得说 自己可以去陪伴 选购 或者自己去选择一些合理的 适合的这样子 适合他自己状况的这样子 那调查到这里呢 我们就知道人在正常的情况下 是不需要用保健的产品来增强体质的啊 是啊 没错 如果说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呢 想要有一个好的身体的话呢 就只需要保持我们日常的均衡饮食 和做多些运动 以及心态也都要保持良好 那就可以了 没错了 那今期的节目时间呢 又差不多了啊 是啊 如果说电视机前的你们呢 想了解更多关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呢 就可以mark上我们的生活调查团了 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拜拜